针对行政院要仿效去年三倍券 严拟最快9月要推出五倍券 市长柯文哲表示 台北市去年急难救助金发了1200万元 今年1到7月发了1.6亿元 状况更为严重 基层民众连吃饭都有问题 现在提振兴根本是脑袋装水泥 到现在为止对台湾最底层的人民 到底纾困够了没有 所以他为什么要 他需要那一笔钱去缴他的水电费 缴他小孩子的学费 他需要那一笔钱 他连吃饭都有问题 你还跟他讲什么产业正向 这不笑话吗 还有一点在这一刻你知道 说马上要做产业正向 这也是阿达玛克力 因为这个时机就不对 柯文哲说 以消费带动成长道理大家都懂 但在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封的情况下 质疑发放振兴券美食券有用吗 去年的状况跟今年又不一样 去年从头到尾 我们也没有把餐厅关掉 我们今年是三级管制的时候 是下令餐厅要停 不准内用 而且当时你知道 有很多人问我说 我为什么让零下夜市开幕 先开 这种十分之一的摊位先开回去 因为很清楚 我当时去零下夜市 他已经50天没有收入了 所以大概占台湾 三百万的这种叫内需型服务业 三百万人口 他的家务人口大概将六百万 这些人在这一波比去年还惨 所以这些人他根本要的是现金 他要纾困 因为他根本没有收入 所以你就是钱给他 他要这个钱去缴水电会 缴学会 缴大的生活会 这是纾困 柯文哲认为纾困解决之后 才是产业振兴 中央应先想好战略 了解各地方纾困还需要多少 才能决定到底钱该怎么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